主要的目的是说 我们要郑重的呼吁 我们海外的台义的台乔 来回台南来回到顾乡 担任我们的志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呢 大家心里里面很抵惑 事实上因为从我们的恩贯友政策 推动三年多以来 我们不时的会接到一些海外的讯息 包含了我们的赖院长 有我们的前台南市市长 去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同乡会的成员 跟他说 听说你们在推动英语的第二官方语言政策 那我们可以帮忙这样 那也不只是赖院长 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副秘书长 他之前去演讲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同乡会 纷纷地表示愿意协助的议院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才来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 志工的招募跟管理 其实都是蛮复杂的一项工作 而且呢 我们招募志工 学校不一定要用志工 所以到当时候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那我们现在会觉得 我们要正式开幕 主要是因为 从去年的时候 9月份 然后各个学校 我们有28所学校 2加6所学校呢 来推动我们双语教学示范计划 那双语教学示范计划呢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用英语来教 类似像体育 美术 自然等等的一个学科 那示范的结果呢 非常的惊艳 连成大的教授呢 都会觉得就是那种amending 来形容 就是成效非常的令人惊喜 学生从一开始的排斥 害怕到都能够很自然的 跟老师们用英语来交谈 所以示范的成果非常的好 那成大今年7月份呢 也会去英国进行这样的发表 那包含了有来国外 从国外来参访的这些学者 都说台南的双语教学示范计划呢 就好像从拨打式的电话 一下子跳到了那个 行动电话 行动电话的那种iPhone的那种通讯 概念是一样的 就中间有个大跳跃 所以国外的学者也非常的惊艳 那因为失败的成效非常的好呢 所以呢 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扩大办理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 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要聘几个外师 一年至少要100万 而且要招募聘请不大容易 其实以东南亚各国 台湾的外师的薪资算是低得 所以呢能够吸引外资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 所以呢我们才把脑筋动到了说 我们要招募志工上面 那可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招募志工 怎么会有志工愿意来呢 所以呢其实我们才会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台桥呢 让他们对故乡想要奉献的心意呢 可以付诸实现哦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他可以协助我们的国中小的 双语教学事办计划 或者是英语教育 然后呢让这些台桥 他也有管道可以回乡奉献哦 那其实这些志工真的是牺牲奉献 因为包含他们的机票钱是要自付的 然后他们还要负担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很感谢就是 富勒蒙基金会全顿赞助我们当计划 因为其实这些相关的一些行政费用呢 等于是说他不是真的完全是志工的一个性质 包含的管理找接家等等的保险等等的费用 其实都需要 那我们呢也从IP国中刚刚主星 我主持人主星有介绍 从IP国中那边截取很多的经验呢 包含的志工也要有零用金等等的 那以过去IP国中他七年来招聘的国外志工 都是靠校长一一的去募款 然后很辛苦的一个募款 所以呢这样的模式非常的好 待会儿IP国中可以为我们分享 他们的一个志工的一个 就是志工协助英语教学的一个心得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种 从这样的心得当中呢 去得到很多的经验 包含的我们前阵子也召开了一个学校的说明会 然后告诉学校们该如何的 妥善运用这些志工 因为很多志工他们来一年了 他们其实也不希望就可以被闲置在那边 所以我们也请IP国中这边来协助我们 来辅导这些有意愿参与的学校 好好的运用志工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那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呢 主要是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志工如何招募如何运用 然后志工如何申请等等的一个相关细节 然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非常两位非常正的正妹 现在也是担任我们的志工的正妹来到现场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正妹呼吁一下 我们的台湾的海外的台湾子弟 可以永远来参与这个计划呢 我们台南非常的温暖的 我们俯成的文化美食小吃呢 觉得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我们也希望呢 藉由这样的合作机会 可以去建立一个长长久久的一个官方正式的管道 让我们的台湾的子弟呢 有有意想要奉献自己英语专长的这些子弟们 都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可以回台湾服务 OK好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 呃专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呢 就是这边就乐乐打讲了很多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 是交给我们的秘书长 由我们的秘书长来解释一下我们的 在ICY这个组织 他们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组织 非常的专业 那这个专案的目的呢 其实我刚才 我们的这个庭副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希望 我们的美语教学这个部分呢 可以比较生活化的部分 那我觉得呢 专业的教学的部分 就由我们的老师来担任就好了 但是如何把英语 英语这个东西把它变成 生活上可以来运用 那我就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交由我们的台桥的职工们 来做来来负责就可以了 好 下一张 那这个计划呢 什么时候开始呢 各位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那我觉得外 台桥职工它可以申请的时间呢 要配合学校的开学期 所以呢 第一学期 第一期它可以就是 今年的八月份进来 那他们可以服务的是 一年期到明年的八月 或者是他们八月份进来之后 想要在台湾服务只有半年的时间 也可以 那另外第二期次的时间 会是从明年度的二月份 也就是过完年之后的下班学期开始 所以会有这两个期次的时间 来做招募 好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ICY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必须先回过 我们的最上面来介绍我们一下 ICY这个组织 那其实我们协会的 我们这个组织的全名是 International Cultural Youth Exchange 所以最后它做的是一个青年的文化 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组织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悲秘组织 那成立到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65年的历史了 那它的这个总部呢 是设立在柏林 那最目前呢 他们的我们这个组织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会 只有一个非议组织 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里头 所以呢 目前在台湾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 台湾ICY加入这个计划里头 那目前这个ICY这个联盟 一共大概有40个这个国家 所以等于说 我们有40个国家的外国青年 他可以选择 他想要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做服务 那在由这40几个国家呢 他们提供他们的这个国家 有哪方面的一些服务的这个计划 可以让所有的全世界的年轻人 可以来做选择 所以呢大概这40个国家呢 提供了大概有800项的工作计划 来让年轻人来选择 所以一整年里头 大概会有1200多名的青年 参加ICY的长短期的活动 那我们台湾呢 也是在其中的这个计划里头 那台湾的计划大部分是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最近这几年 我们开始跟学校这方面来做合作 所以学校呢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单位 社福团体单位 都在我们ICY所提供的计划里头 这样子 好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ICY 我们成立到目前呢 已经有 我们是1992年的时候成立到现在 所以也有20几年的经验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在处理 志工的这些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累积蛮多 志工的状况 其实志工 因为是人嘛 所以其实他是需要被管理的 所以也要妥善的被安排 那我们最主要的呢 还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个 改变生命的机会 给所有的年轻人 也许很多年轻人 他们都在当高中毕业 或大学毕业 也许不晓得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他们有可能可以透过 像这样一个计划 慢慢的了解 一方面是对自己更认识 那一方面也可以确定 未来自己想走的 走的一个道路上去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给一个数据啦 我们虽然说 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说 送出去跟来台湾的这个人数 不是像一般的很多台湾的 其他的这个机构 很多的人数 可是因为最主要 这是一个长期型的服务 也就是一般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说参与ICY的 这样的活动计划 他都是至少要一年 或者是半年 所以呢目前呢 我们就是外国人 来台湾的服务人数 已经达到了241人 然后这些国家呢 已经有31个国家 曾经来过台湾来做服务 那我们台湾到底 台湾的年轻人到底透过ICY 我们送了多少人出去 我们送了大概701人 到今年为止701人 那去到国家也已经 我们也慢慢的 破产到了20几个国家 这样子 这是目前我们ICY 我们学会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计划我们要如何申请 好各位你们只要在网路上呢 把ICY 这是我们的简写啦 因为名称太长 只讲ICY就好了 你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网站 等一下可以回到首页那张吗 这是我们的首页 那各位旁边最 第一个你就看到台桥之光 你们只要点进去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中英文 像现在这个是英文的界面 各位你们可以看中文的部分 我们中文的部分 是蛮希望 如果说有一些台裔 他们有亲属 住在台湾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 比较详细的这样计划 可以赶快去推荐 他们的年轻人过来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中英文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看 来往下拉 我们今年预计要抓目的 就是这一整年的计划 我们预计要抓目 20年的台裔情年 那你只要年满18岁 一定要成年啦 我们不想要做 带小孩啦 所以我们是希望 他一定要满18岁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台湾服务的时数 不会超过35个小时 那服务的内容呢 各位你们可以看一下 可能就是担任像 英语助教的一个角色 还有一些生活 一些文化类的活动 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这样子 然后住宿呢 就是要不是接待家庭 就是宿舍 就是宿舍这样子 那他也会有些价格 就跟 可能就跟一般在学校的做 作息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爱西外这边会提供 一个训练会 志工的一个训练会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可能注意事项会先做一个告诉 之后呢 我们也会在其中跟其末 各办一个营会 去了解他们这一年在台湾的服务状况里头 或者生活状况里头 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 我们也可以在宠舍做一些协助 那志工会得到什么福利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给他们 每个月的一个零用金 三千八 各位这不是薪水啦 这是零用钱而已 因为毕竟他如果来台服务的 半年或一年 至少身上有一点点零用钱 那可以跟着 可能喝泡沫红茶啊 看场电影都还OK的 可以啦 三千八 可以啦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提供了接待家庭嘛 食宿基本上都学校这边来协助做一些cover 所以其实是OK的 各位 好 然后还有休假之外呢 那另外的就是我们也提供保险 为什么呢 其实志工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外发生一些状况 那万一如果说有一些车祸啦 还是什么 这个部分其实都必须要有一些妥善的一个处理 不好意思 我们ICY真的有处理过 志工可能车祸这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都非常的注重 好 所以这就是大概就是整个计划这样子 那如何申请分红下呢 各位 只要他们去下载 我们有报名表还有简章 简章里头的计划就更详细了 所以呢 那我们的英文 我们报名表是英文的格式 因为毕竟 如果这些台译我们的设定 可能他们可能当地 就是他们自己的母语 可能是英文这个部分 他们会比较熟悉这样子 好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整个的一个计划 这样子 好 好 对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 欢迎各位可以等一下再做一个询问 那我想我们还是最主要呢 还是希望呢 这是一个全新的 可能也是我们ICY第一次 去跟市府这边做一个合作 那我真的蛮期待 更多的台译青年们 可以透过SEED计划 来到台湾做服务 好 谢谢各位 你们接触到这个国际之宫 真的是对孩子的帮助非常大 那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抱抱的是说 因为我们的正规英文教育里面 大概在写 写跟读的部分 比较没有问题 听跟说呢 孩子必须要有一个 实际的一个接触跟经验 那我想一般的学校都会办游学 国际游学 现在已经蛮盛行的 但是那个部分要花比较多的经费 而且接触的对象 毕竟是有限的 有限的 那我们这个国际之宫 带到学校来 在安平活动已经有好几年的经验 那于主任他本身也接触这个业务很久 那真正受益的真的是所有的学生 因为他们在课程当中 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国际之宫的一个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的一个对象 那在经有对话当中去得到成长 那造型呢 可能有些家长会比较不能够接受 那会抗拒 特别是在接待家庭的部分 那经过这几年下来 其实家长设计面语也提高 然后对这个国际之宫的接受度也提高 所以像以今年的为例的话 我们的新生还没进来就已经有家长在询问 如果我的家里面要当这个接待家庭 可不可以来提早申请 以前都是找不到人还要拜托 我们的国民主长这边帮忙找一些住宿的地方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 已经有很多家长提前在他们预约了 甚至于说三个月半年都可以 他们知道孩子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接触到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人 是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更何况是完全是free免费的 所以非常感谢ICY1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国际之宫 能够把它做一个推广 其实我们虽然只有20个台桥 但是如果在国中桥不管是哪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是可以跟邻近的学校做结合 像以安平国中来讲 我们就主动把国际之宫 带到邻近的学区国小去 去每个礼拜有一个时段 去参与他们的社长活动 或是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园约会 或是异卖活动等等 我们的国际之宫也会过去支援 那等于说以学校为中心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辐射作用的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想我们也愿意来 分享给其他的邻近学校 那我想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余主任 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报告 谢谢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从 其实从英国99年开始 就是要引进这个国际之宫 那前几年走的不是很顺利 是因为之宫的时间比较短 都两个月三个月 当我把师资培育好的时候 这些之宫就很要厉害 那后来跟ICYE接下之后 他们很配合学校这个 那我们合作到现在变成 我们是可以衔接的 我一个半年走 接下来一年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经验是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前面这期之前 是跟ESSEC 是比较 没有办法去达到我们要的成效 好 后来跟ICYE我们就开始大概在 民国103年开始 好下一章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说 ICYE的国际之宫课程 带给我们小孩子是哪些东西 那首先我先讲一下 第一个 孩子一开始会新鲜感 那可是耳后可能会觉得 有点距离 但是慢慢的 他们觉得跟外国人讲话 是很正常 在学校你就可以跟外国人讲话 然后以往觉得我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不能 这个不敢讲 后来发现跟外国人讲话 就是跟生活 他用的词不是很专业学术性的 他真正把这个语言拿来当做沟通 这是我们最初期达到的目标 就是说 孩子可以主动的跟外国人沟通 他不会觉得说 跟外国人沟通需要英文多好多好 其实就是表达彼此双方的意思 所以这部分我们做到 那我们在接到国际之宫的课程之前 我们一样像老师一样的训练 八月底台 就请他天天到学校 我们开始要备课 我们会要求他什么目标 把这个课程的时间 课程准备好 准备好开学 还不能马上上场 我们必须先对老师做私交 再找几个学生做私交 到最后 找一个班级做私交 才完成这样子的 他才可以上场 那上场同时我们也募集 我们家长志工进来听课 了解这个国际之宫的课程是如何 那我们一样有笔记 这个是我们从103年中亚 他是德国籍的 来上课 那你会发现外国上英文课 我们之前跟他们的 之前都已经先备课的时候 有沟通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学科 执笔的能力 我们要是沟通 跟老师沟通 所以在他们国际之宫来上课 他们会在他们那一国家的 学习经验 比方说他们都不是英语系国家 可是为什么到了十八九岁 他英文会讲得很好 实际上就我了解 他们在七年级小学 到七年级国一开始 他们的英文课就开始全英语了 慢慢全英语 然后同学之间也会全英语 所以就很像我们现在 想期待的这个样子 那他们的教学也不是单一讲述 是教学 会有很多活动的性质 那这是荣雅 他也会发表 也会发表 但是目前这一块是 我们下一阶段的目标 首先先让孩子听 不怕 然后敢讲 那接下来是要发表 沟通跟发表不大一样 我们接下来是个斯大利家的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曾秀姐讲的 这位职工在台的期间 也出了小车祸 很担心 可是后来因为ICYE 这个整套 他们在从原来的国家过来的 这个整套 其实都是很完善的保险 所以学校并没有负担任何的费用 那你看他们上课 并不是只有讲述事在课堂上 他们会做很多活动 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志工他的专场 先前有丹麦籍的 他之前曾经青少年的时候是羽球教练 羽球国手对不起 那到了我们这边 我们就配合一堂体育课 让他上羽球 全英教羽球 一些相关术语 一些相关东西 我觉得这个在课堂上 是一般我们 比较难去学习到的 下一张 那你看他们上课的方式 会让孩子 比较 全英教学这没问题 然后会想要把英文说出去 他们我们在课程备课的时候 也会设计这样的课程 就是说 你到某一个地方 要让孩子写出来 要讲出来 这样的训练 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 下一张 所以他们的课程 其实都是很活泼很生动 并不是单单一的讲述事教学 这是我们这几年 确定的课程目标 然后走过来的经验 下一张 那来自各个国家 他们有课程会上了很多 他们万圣节做那个面具 然后就叫学生做 然后做打扮 然后他们传统服饰 好 下一张 好 这是丹麦籍的 就是丹麦籍 他们其实都十八九岁 所以他们在上课的内容 都会比较贴近 孩子 像我们有国际志工 他要上什么主题 我们事先都会讨论 像他们喜欢音乐 就开始分类音乐 Hip Hop 什么样各类型的 然后叫孩子去找寻 这样的资料 那这个哥伦比亚 这个还没 更是唯一很年长的 26岁 26岁还出来当自贡 他在哥伦比亚 是会计师 他存了钱 觉得生命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就是把工作辞掉 就到各地来当职工 我为什么特别讲他 他这个精神传递给学生了 其实很多孩子 我们从99年到现在 我们孩子在浅移默化里面 在深远的意义影响最大的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最大 他们的视野开阔了 很多家长都来说 我孩子就是说 我高中暑假的时候 我就要去当志工 他们开始会觉得说 世界是一家 一定要去走一走 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 这样的生活 去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们的孩子 是很长远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 这个是 他在上西班牙语的社团 所以后来我们也把它融入到社团的课程 这是105年 那我们也支援新南国小一些活动 带我们的国际职工到学区小学 支援他们的活动 这是新南国小的活动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 Cathy 德国籍的Cathy 对不起 你看他在教音乐 用音乐 把 Hop Rap Rock Classic Opera 就是把它分类 因为以往在可能在一个课本里面的东西 没有办法这么生活 所以 我们都会事先跟这个课程讲述 就是我们要上这些东西 那孩子他会去找类似相关的音乐 好 下一张 那要离开的时候 其实都跟孩子互动很好 那这个是 我们一载国小有活动 然后我们就设了一个关卡 就是把我们在学校上课的内容 搬到一载国小去做实施 反应很好 孩子们都很喜欢 因为他们一开始 这个外国人会吸引他去接触 然后 去沟通 那这些 这些 英语之工非常喜欢 小孩子 他们都Elementary School 就是小学生 他们非常有兴趣 因为他特别看我们 可能人数那么多 他们都会觉得 真神奇 怎么会 你们的小学人数这么多 所以其实这个 我们都支援 学区内的一些小学 那这个是 丹麦籍籍的Jesmy 好 下一个 所以他们其实 跟学生上课互动都很好 这是 现在还在我们 好 到八月六号 所以还在我们的UNAS 德国籍的 好 那我们通常会让他在 社团课开德语 然后 这个在我们学校是 佛一些顶尖的孩子 我们要进德语 所以要先用英文 不是跟我口识 我简单的一些对照 这个 用英文学德语 是非常难的 你的英文程度 要到某一个阶段 有没有学生选 有 每学期都五六个 五六个 所以 对他们来讲 他们真的可以 学到一些简单的德语 所以 我们几乎就是 西班牙语系的 中南美洲的 我们会希望他开西班牙 那德国籍的 我们会希望他 开德语 社团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 安娜 那 这张特别是 我们已经迈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开始行动学习进来了 我们希望孩子可以用 我们那个 行动载具 那个 iPad 全部都是全英的 全英的 界面 让孩子开始去学习 去找寻 然后安娜会 一个主题 然后先把学习单先写好 然后要找寻哪些资料 请孩子引起这个动机 找完之后 等一下 我们各组去发表 依照这个 就开始讲出来了 这是我们这一阶段 想要去努力的 就是希望孩子听 OK 然后简单的说OK 现在要发表 要让他讲出来 这是我们英语国际之功的 课程的目的 这是西班牙 各位可以看到 他拿的是西班牙的桌游 西班牙的桌游 跟孩子一起玩 所以我们西班牙社团 还是一样 都是用英文 学西班牙语 这个对孩子来的是 非常难得 这个是德语 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 就是Kathy的家长 他们 刚好来台湾旅游 然后就全部进来 看他上社团 然后刚好可以一对一 跟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 真正的感受到 这德国一家人 在社团上上课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今天很有趣的 然后用德语 简单的德语沟通 再服务以英文 所以这个对我们孩子 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大的冲击 那我们学校也做了 国际志工的笔记 这是封面 下一页 那这个就是孩子上课抄写的 那志工们他下课之后 整批要哪会去批改 每一本他都要签阅 他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 十二个班 然后课间时间就是批改这个作业 你看孩子写的很开心 我们都鼓励孩子用画的用写的 写出来然后做颜色 下页 涂色这些 那我们也是作业抽查 其实到后来 其实每个孩子都很自动 好 那简单的一些 好 国际志工在安平国中 那我相信对安平国中来讲 第一个 孩子 认为英文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很难去趋近的语言 这是我们预期的 那 接下来是带给我们孩子深远的意义 我要去当志工 我要去 去 去找寻我的自己 然后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世界 好 以上是安平国中做的简短分享 谢谢 and I'm from Germany 大家好 我名字叫Teresa 我是从德国来的 so right now I'm working at 开元国小 as an English teacher 我目前在开元国小认职英语老师 so I already live here for 10 months so I will go back to Germany in August 因为我在台湾只待十个月 所以大概八月的时候就要回国了 ok so in my school I had grade 3 to grade 6 我在学校负责任教三年级到六年级的班级 and my main mark was like playing games with the children so that they would speak English with me 我主要是代理小朋友玩游戏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主要都是用英语沟通 but I was also able to attend like students trips with my school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class and Chinese class so I think I learned a lot in my school not only how to be a teacher but also Chinese and calligraph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to be so I live in a host family with two little host siblings so I live in a host family with two little host siblings and my host mom and my host father 好 我是住在技术家庭里面 然后有两个兄弟姐妹 然后还有我的哄爸哄妈 so 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good possibility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and also to practice my Chinese 好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认识台湾文化 还有练习中文的很好的机会 especially with the smaller children because their English was not so good 尤其是跟那个家里的小朋友 互动的时候很有趣 因为他们不太会讲英文 ok so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come to Taiwan because I think it is really great to be a volunteer here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possibility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好 所以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籍青年 可以一起来加入自中的行列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and I think I will miss Taiwan a lot and I'm really sad I need to go back home soon 因为我快要回国了 然后我想我会很伤心 因为我很喜欢台湾 ok 谢谢 我的名字是安娜 and I'm from Austria 大家好 我名字是安娜 我是来自奥地利 at the moment I've been in Taiwan for four months and I worked at the 安平 junior high school 目前我在台湾已经待了四个月 然后任教于安平国中 my work at the school is teaching English and I really enjoy it especially when the kids just smile I try to play a lot of games with them and just introduce them to new things 好 我在学校时负责教英文 然后我很喜欢上车的氛围 因为学生都是对我有很大的正向的反应 and at the moment I live with a host family as well I have three host brothers one host mom one host dad and a grandpa as well 目前我也是住在寄宿家庭里面 然后有三个男孩 然后我的宫爸 宫妈 还有我的祖父母 and I also think it's really cool for me to come to Taiwan here and to see the culture the Taiwanese culture and especially living with a host family when you live with a host family you get introduced more to the culture you learn a lot more about Taiwan 好 住在寄宿家庭里面呢 我有机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台湾文化 可以让我更深一层的认识台湾文化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and I also really enjoy my work at the school especially because the teacher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y help me a lot if I have questions or if I just need support from them so that's awesome 然后在学校工作也非常开心 因为学校的老师都会提供我非常 即时的协助 and I think coming to Taiwan and teaching can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let's say because you learn a lot about yourself and you can also learn a lot from the kid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m 然后来台湾担任志工教书 我觉得是对全世界各地的国际经验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他们不但可以从学生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也可以拓展自己的人生经验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month's year and for the next school year to try out new things and teach the kids a lot more so thank you 我很期待下个月八月的时候 学校新学期的开始 然后可以预设 看更多的同学互动 教更多的小朋友 谢谢 我再说Varanteer in Tainan Varanteer in Tainan